袁茂春說,習近平提三大要求,拜登全答應,結果更糟 公安搶錢,程序員翻牆打工,百萬收入被沒收 李常福消失近月,手中已握有免死金牌 壓制中共,美加強在太平洋島國的外交攻勢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6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黑德遜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中國內幕播客的主持人袁茂春透露 在今年3月習近平和拜登的一次電話通話中 習近平對拜登政府提出了幾個強烈的要求 雖然拜登認為是天方夜談,但全部答應下來 造成中方嚴重的戰略誤判 最近一個多月以來,美國主要的政府部長級的人物接連到中國訪問 其中包括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 以及主管氣候變化的官員約翰海瑞 中國內幕播客的很多聽眾提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這麼密集的高層訪問中國呢? 那是不是意味著中美關係會出現實質性的解凍? 中國內幕播客的主持人 美籍華裔學者袁茂春在節目中回答說 這一系列美國部長級的訪問主要是中共所要求的 根本原因來自於今年3月份 習近平和拜登總統的一次電話通話 在這個通話中,習近平最關心的不是什麼具體的政策 他最關心的是美國這個政治體制 對中國人民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他對拜登政府提出了幾個強烈的要求和請求 袁茂春介紹說 第一點,習近平希望美國政府清楚地說明 美國政府不尋求向中國進行所謂的政權變化 也就是說,美國一定要向中國保證不推翻這個政府 不搞什麼顏色革命 這是他非常關心的 拜登總統想了半天,說我們沒有尋求這個 這個也不是我們政策的目的 所以他就給習近平一個承諾 說我們不尋求政策改變和政權更替 第二,習近平要求拜登政府保證不組織所謂的反華同盟 拜登想了一下說 我們在全世界有非常強大的同盟系統 但是沒有一個同盟系統是針對一個具體國家的 在綱領上堅決反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 拜登說好哦,我們在亞太地區有非常好的一些共同防禦條約 和日本、韓國、菲律賓都有 都是防禦性條約,而不是進攻營 拜登政府認為,我們從來沒有組織針對中國的地區同盟 所以拜登答應了下來 第三點,習近平要求拜登承諾不支持台灣獨立 拜登想了一下說,我們從來就沒有說我們支持台灣獨立 台灣也沒有什麼人公開主張說台獨 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都希望維持現狀 就是不統亦不獨 拜登認為沒有什麼台灣獨立的問題 所以他說可以,我們宣佈不支持台灣獨立 當然還談了很多其他的問題 但這些都是關鍵的問題 袁茂春認為,對於習近平來說 他覺得美國政府做了一些根本上的理念上的一些承諾 實際上這個不合 拜登總統對這些事情覺得是天荒夜譚 不著邊際的一些要求 所以他就答應了下來 這些中共自己認為的所謂戰略承諾 實際上是非常抽象的,根本就沒辦法具體落實 美國政府執行起來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甚至不可能的 你比如說,美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國政府 對異議人士和維吾爾人的鎮壓 對香港自由自治的嚴重侵犯 那麼這個算不算政權更替的一些陰謀呢? 那麼這個是不是對中國不尊重? 當然拜登政府從來不會從這個角度來想 但中共一定會從這個角度來想的 另外,拜登政府根據《台灣關係法》 向台灣賣武器,增強台灣的自衛防禦能力 這個已經講了幾十年了 那麼算不算支持台獨呢? 美國在亞太地區有非常強大的同盟關係 這個同盟關係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 那麼美國和日本、韓國、菲律賓加強這種正常的同盟關係 那麼算不算組織反華同盟呢? 所以說,一旦你和中共做出了一些非常抽象的承諾 就會有嚴重的戰略誤判在裡面 這是不明白的 3月份拜登和習近平的通話之後 美國政府基本上沒有什麼具體的措施 因為無法實施,所以中國一直抱怨 說拜登講話不算數 中方說,我們希望 你們想和中國提出一系列友好承諾時 要有具體的行動來實現 在中共的一再催促之下 拜登政府派出了部長級的內閣成員到中國去訪問 沒想到的是,布林肯、耶倫和海瑞到中國談的 都是一些具體的事務性的事 根本沒有從大戰略的角度來談3月份通話裡面說的事 因為這些都是抽象不像實際的事情 袁茂春舉例說,布林肯到北京去的一個重要任務 就是希望和中共軍方建立熱線 防止擦槍走火的現象發生 袁茂春說,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有一系列 內國成員部長訪問中國,實際上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 因為中共它對中美關係的政結完全搞錯了 它最關心的並不是美國的一些政策 它最關心的就是美國的這些政治理念如何對中共這個政權產生影響 所以它要千方百計的想從美國的最高領袖口中 得到政權維持的一些承諾 這與中美關係實質發展雙邊關係的一些具體措施毫無關係 這就是中美關係的中間最大的政結 近日,中國河北省一位程序員 因為翻牆為一家境外公司工作 被警方認定違法罰款200元 並沒收了自己三年來的薪水1058,000元 消息曝光後引發熱議,有網友指責公安在搶錢 胡錫進也被網友砲轟 老胡成日翻牆,也應該沒收收入 這名程序員24日在微博公開發帖說 本人為境外公司提供工作,訪問國際互聯網 被河北省德雙橋公安處罰1058,000元 他表示會在當地提起行政訴訟 根據答辯狀 該男子涉嫌在GitHub上領取公司任務編寫代碼 在公司的售後支持網站上答疑 使用Zoom遠程辦公,偶然點讚公司推文 程序員本人表示,雖然他多次表示 外國公司的售後支持網站不需要翻牆就可以訪問 編寫代碼也不需要翻牆 但這些解釋沒有被採納,行政福爾也沒有通過 後續需要去法院進行行政訴訟 無來後,當事人的微博文章遭到刪除,帳號也消失了 大批中國網友對此紛紛評論說 這個與搶錢有什麼區別? 一個公安局的行政處罰能夠罰百萬? 這個不是打著官家的名義敲站嗎? 一堆公家機關也都翻牆,真要逼我們肉身翻牆?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也發聲說 這件事有待相確,但被網友炮轟,老胡也經常翻牆 要不要查一下,也應該沒收收入 對於這件案的判決是否合理 有中國法律人士考知符網發文說 翻閱過往案例,對於用戶非法使用網絡 最多就是警告罰一些款 而沒收工資所得,是缺錢還是缺什麼? 他說,如果這位程序員的勞動所得是違法的 那麼有邀出上的一眾大V和李子七等,他們的收入也是違法的嘛 還有一位博主做了一個類比說,在中國翻牆相當於交通違法 但後續的工作是合法的,你可以處罰交通違法行為 但不能連工資等合法收入都罰罰款沒收 近日中共解放軍部發表文章表示,交友不慎是個別領導落馬的原因 外界猜測文章暗指中共國防部長李常福 有學者分析,這篇文章釋放出李常福因交友不慎落馬 但也有了免死金牌的信號 中共解放軍部9月22日刊登一篇題為《淨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的文章 由中央軍委改革和編制辦公室人員陳慶華讚寫 文章開篇引述,習近平曾提醒領導幹部加強自我約束 要像西遊記的孫悟空一樣,用金剛棒在自己身邊畫一個圈 讓妖魔鬼怪不得進入 而中共軍委政治工作部、紀律檢察委員會 前無來印發,軍隊領導幹部社會交往行為規範 強調軍隊領導幹部加強黨性修養、強化自我約束 不斷淨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 自各做到社交有原則、有界限、有規矩 規範中說,交友不慎是個別領導幹部落馬的重要原因 該文強調,各級領導幹部應該時刻管好自己的嘴 不應該吃的飯不吃,管好自己的手 不應該拿的東西不拿 管好自己的腳,不該去的地方不去 女澳學者李玄華24日對《希望之聲》表示 這篇文章釋放出 李常福因交友不慎落馬 但也有了免死金牌的信號 他說,什麼交友不慎? 只能說可能是和習近平的某個敵人成了朋友 絕對是政治因素 但有可能沒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標 卻拿了政治對手大量的錢 使得他認為 你在政治上不會有明確的態度 再有 李常福從衛星發射中心 到中共軍隊總裝備部 到國防部長 他都在特別有錢的單位任官 衛星發射 中共一年幾千億的軍費 軍隊這個武器的買賣 裡面有大的利益 所以交友不慎實際上是他們共同貪腐 李源華進一步指出 李常福出事 最大可能就是影響了習近平的政治目標 他要和台灣開火 最倚重的火箭軍這些軍事裝備出了嚴重問題 這些人互相結成團火、共同貪腐 實際上最後影響了習近平的政治目標 政治安全 因為他自己想做一件事情 現在一看根本就做不下去 流動百出,像西紙一樣 他自己做就沒了底氣 他反映出習近平實際上是統治者末代心態了 他誰都不放心,誰都活得謹慎小心 表明他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極大 任何人都覺得 你和我好隨時可能就會被整下台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評論說 在內憂外壞的情況下 他要清除原來有一定根基 有一定影響力的紅二代 這樣不管在黨政軍哪一個領域 只要稍微有和他不一條心的苗頭 他們就會作為習的清除對象 是習清自己的這個軍則 賴建平指出 共產黨的專制政治倫理 就是不准拉幫傑派、傑黨刑事 他要將這個苗頭打下去 他說,你們之間一彈橫向聯繫 對國家的所謂方針 大政、品投品糟、妄議 這樣他就有可能產生合力 形成對王權的某種制約 甚至是威脅 所以他不允許官員參加犯局 最好將你原子化 每一個人都孤立無援 最有利於他統治 為了壓止中共在太平洋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 美國在這一區域展開外交攻勢 25日,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美國與富克群島和紐埃這兩個太平洋島國建立外交關係 另外,美國和帕奴正在商討 在這個南太島國常態部署外國者導彈防禦系統 拜登25日發布了兩份聲明 分別承諾富克群島和紐埃為主權獨立國家 同時宣布美國將與這兩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25日晚歇時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參加與劉埃總理塔格拉吉和富克群島總理布朗的簽署儀式 標誌美國和這兩個國家關係的升級 另外,日本經濟新聞25日引述帕奴總統衛署人的話報道 美國與帕奴正商討在帕奴上泰部署先進的外國者導彈防禦系統 這次商討正值拜登準備25日在白宮和太平洋島國領袖舉行高峰會 帕奴也是台灣謹慎的13個邦交國之一 報導指,帕奴越來越關切中共在他的領海附近 咄咄逼人的海上活動 衛署人21日接受日本訪問時說,一艘中國研究船5月和8月 在沒有獲得帕奴准許下,在帕奴專屬經濟區作業 衛署人說,我們期望美國軍方應該在場並協助客了這種活動 他希望美國海軍船艦更頻繁操訪帕奴港口 由於位於美國屬地、關島和菲律賓間的戰略位置 帕奴爾成為美軍越來越重要的夥伴 拜登政府在這一區域的一系列外交攻勢 是向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表明 美國致力於加強與該地區的接觸 以阻止中共進一步滲入這個長期被美視為自家後院的戰略地區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請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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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收聽